二到六月是南宇族人最忙碌的季节 庭院前的鱼竿架上画着满满飞鱼 这都是族人辛苦出海捕捞飞鱼的成果 族人表示自从台东县政府公告 禁止外来船只在南宇海域捕捞飞鱼后 族人渔获逐年提升 因为有铸点的30吨的海防 海巡熟的船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南宇的整个飞鱼 逐渐在增加是这样子的 飞鱼随着黑草北上在南宇海域繁殖 因此南宇也发展出独特的飞鱼无化 不过随着时代变迁 有族人近几年也开始贩售飞鱼维持生计 但今年碰上五废疫情 飞鱼卖不出去只好分送给亲捧蚝油 去年这个收入可能收入也有20万 去年不好快就没有 卖出去的话也卖不出去 因为至少说现在客人也没有 我们只能分享给大家朋友这样子来 南宇近年飞以季节 在海巡熟接户下 让族人雨获丰收 不过族人期盼五废疫情赶快远离 让所有产业都能回到正常状态 有些新闻小马尼大圣台东南宇采访报导 这些事是没有说明了 还有,还有,我们从来的温度 下来的温度 下来的温度 在我们下来的温度 感谢观看